有什么话直说吧 那我就直说了 今天我向童谕表白了 恭喜 恭喜什么 恭喜有情人终成眷属 没什么事请走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 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童谕同学聚会的那天晚上 喝醉了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喝醉的时候 打了一通电话给我 向我表白了 喂 医生 如果你今天是要挑戏你的话 我想你找错人了 可是在那通电话里 他一直叫着的名字 是你 许冬 今天晚上 我和我的前夫见面 发生了点不愉快 正当我无法脱身的时候 童谕突然出现了 我当时就下意识地挽住了她的胳膊 我前夫以为她是我的男朋友 所以就没再纠缠我了 那一刻 我很感动 所以我就向她表白了 她拒绝了我 其实这个结果我早就猜到了 因为当我挽娜胳膊的时候 我感受到的 只有朋友间的关爱 没有爱情的温度 我们女人对这种感觉 很敏感的不是吗 难道你真的不想知道 那天晚上她都说什么了吗 她说她这个人 特别能装 对你总是忽冷忽热的 让你猜不透 对所有的事情 也很强硬 她说 北极熊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她也有脆弱的一面 只是她这一面不想让任何人看 只想让企鹅知道 她还说 不管是真的 假的 还是演的 她都想和你一直演下去 很意外吧 我居然能一字不落地 将这段刻骨铭心的话背下来 只可惜 这段话不是给我的 而是给你的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 我喜欢她 但她喜欢的是你 所以从今天起 我和她之间就画上了据点 我希望你能跟她 好好珍惜这段 来之不易的感情 别再信用戒定了 去理解她 包容她 因为她真的很需要你 其实我们所有人 都有藏在心里的脆弱 相互保护 才会幸福不是吗 谢谢你今天晚上跟我讲的这些话 我们俩是对了 我们俩之间就像这辈子上写的 爱情太短 以往太长 都过去了 你也会给她的 一句话 你也会让她知道 我以后 我以后 你也会让她 你不要让她 你以后 了 珍惜吧 我祝福你们 我一点都不感谢你的主意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 你好 我是许多的朋友 成为许多他 他刚走了 走 你没事吧 没事 可能你会用的 谢谢 对了 那个是许多落下的 行 那我帮他拿回去吧 再见 再见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会议不能陪你过生日了 争取十二点前赶回 抱歉啦 宝贝 她还说不管是真的假的还是演的 她都想和你一直演下去 在我生日这天 我面临着我这辈子最艰难的一个选择 生平第一次 我没有办法用理智去分析 我所要的那个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